少奶奶 我都问了 德嫂乡的人 全都死完了 就一个老德 知道了 知晓儿 回去找一生我的医生 好一点的 给德嫂换上 好 找遍了整个景良城 只有一口现成的棺材 很薄 但马上就能用 就它吧 好 小五 你去太护寺请了师傅 得嫂下葬的时候 还少找人念念机 好 她早都走了三个时辰了 她才回来 难道鸦片真有这么大的魔性 快来 快来 老德挑紧了 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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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走 快去走 走 快去走 快去走 鸦片之恶 但是心存侥幸 以为只卖给药铺 就可以杜绝 但就在刚才 我亲眼看到鸦片 夺走了两条人命 我怎能再有害人之心 你能如此醒悟 倒是很好 可你这五十目鹰素 是你全家生计所在 你张艺典 血本无归啊 血本无归 血本无归 那只是一时 良心难安 连世一世 你就没有想过 先收获一迹 再改种五谷 如果不能斩草除根 那这鸦片 就永远都进不绝 既然要进 那就一刻都不能耽误 一丝都不能留 你竟然如此血腥 你竟然如此血腥 之前倒是小看你了 赵大人 前段日子 你劝我别中 我不仅一意孤行 言语中 还有许多冒犯与不敬 还请你见谅 你也无须自责 你也无需自责 整个大清朝野 都只看中鸦片 带来的税吏收入 对百姓的伤害 却视而不见 我唯有大声疾呼 才能够唤醒民众 惊醒朝廷 赵大人 也算我一个吧 我虽然只是小明 但也存匹肤有则之刑 但凡以后是尽鸦片的事情 我都参与 是 想想 现在还有什么生意 适合我们做 现在呀 只有一门生意 适合我们做 什么 五本生意 这个我拿手 我可以上街卖艺 养活自己没问题 但东运其他人不行啊 我最近跟四叔学了几招 我们可以搭档啊 小五 别闹了 江湖琪 你查查 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不用算 我们不仅没钱 反而还道歉着 帮我们周英速的 电动的工钱 总共四十七两银子 那我们现在 唯一有的 就是这五十亩地 要不 要不我们种棉花吧 一年怎么有 千把两银子的收益 这马上就入秋了 你种什么都来不及啊 明年开春就种 钱呢 买种子的钱 请电动的钱 从现在开始 到明年开春 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这大半年我们怎么过 小五 这关中有多少亩棉田 总得有一万亩吧 王世君 我们那五十亩地 能当多少钱 最多也就两千两银子 去年棉价多少 去年棉价建 才六十万一斤 六十万一斤 怎么都还差两千两 你想做什么呀 我知道哪儿有两千两了 你有我把那两千两银子 给你 不是给我 是借给我 做棉花生意 如秋之后 我连本带戏一起还你 不行 不行 咱们娘俩 以后得靠这笔钱养老呢 说什么 都不能动 养老 这两千两银子哪儿够啊 我算过了 把不用的丫头跟小四 都打发了 我自己再绣绣花 打打截子 再加上那五十亩地 你 我 张妈 难过下去 那还不如借给我博一博呢 两千两 变四千两 四千两 变两万两 不行 为什么呀 你住英宿刚亏了一大笔钱 不能由着泥再折腾下去 我这次有把握 一定不会亏 我本来就不舍得你抛头露面 现在看来 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你就别那么辛苦了 跟着我 老老实实过日子 你要我求你了 把那两千两给我吧 你说啥我也不会给你 卓盈 有句话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要愿意留下 咱们娘俩 就相依为命一辈子 你要不愿意 向令寻生路 我也不会怪你 毕竟你还年轻 娘 你这是要碾我 不是碾你 冬月 不是以前的冬月了 没必要 再拖着你 这以前冬月有钱的时候 你们黏我我就没走 现在冬月没钱了 我更不走